口气看完今年超好看的复仇含剧黑色的新娘 开头就是王炸 今年超好看的复仇爽剧震撼来袭 妻子在家里独守空房 老公则忙着填补女下属的寂寞 从两人的互动可以看出他们的热情达到了巅峰 可男人还不知这是他人生中走得最错的眼睛 然而鬼迷心窍的老公一回家 看到床上的妻子实在忍不住 跟妻子提出了离婚 妻子只以为老公今天应酬喝多了开的玩笑 可丈夫吞吞吐吐的样子 让妻子第一反应就是他在外面有人了 老公默认了 妻子送了他三个子 绝不离婚 但没想到丈夫已经等不及了 非让妻子明天就跟他去办理离婚 他不想耽误那个女孩 妻子让他把头塞冰箱内冷静冷静 万万没想到丈夫一转头就去收拾行李 妻子终于忍无可忍 问他到底做错了什么 这十五年家务都我做 甚至照顾你妈 女儿现在成绩名列前茅 你现在也混到了执行董事 你到底还要想折腾什么 而且我也不在年轻里考虑过我 可这些话根本患不醒 混得风生水起的老公 甚至连句道歉都没有拎着行李 就离开了家 之所以那么着急离开 是因为外面的床更柔软 可他不知他爱到补子里的女人 第二天会让他崩溃到死 一月妻子找到老公公司 想了一夜他也不纠结了 与其拖着心部 属于自己的人也没有意义 所以他决定放手 一转头男人就告知属下他解放了 接下来把我们挪用公司 炒补的钱拿出来 规划下他们的生活了 但让狐狸兔肉显然女人不愿意 男人示意这个钱 要拿出来的悄悄填补公司漏洞 赚的钱足够我们过日子的 女人笑他别天真了 就算填补进去你也是违法的 男人一把拽住他问他几个意思 你让我挪用我挪了 你说赚了后我们好好过日子 女人瞬间装作不知情的样子 我可没拿过女的钱 更没叫你离婚哦 我账户的钱跟你没半毛钱关系 此刻男人才发现自己被眼前的女人爽了 可女人的手段远远不止如此 很快公司对他进行调查 客户交付了十亿的工程款没有到这 尽管男人如实解释那个钱 被手下真组长拿走 没想到上集直接播放真组长的举报录音 说他们一起拿到工程款后 执行董事那晚对他性侵 还逼他不许说出挪用款之事 因事太严重 他们人事部会对他的去留做审核 他怒气冲冲地质问真爱希都狠 什么勒索什么性侵 这一切他妈的都是你主动的 我被你耍得团团转你还倒打一盘 心虚的真爱希这时只能闭嘴远离男人 才能让他从中脱身 此时的妻子已经在家里准备好了离婚协议书 等丈夫回来是妻子已经离开了 看着已经签了名的离婚协议书 丈夫猛灌了一杯烧酒想让自己麻痹一下 可该躲的还是躲不掉 他接到警方通知真爱希女士以性侵罪起诉我 明天来警局做笔录 此时的真爱希拿着他的钱正泡着死要享受着 这时候男人才想到自己的妻子 他连说了三句对不起 他被真爱希耍了 他利用我挪用公款还反过来告我 如今他一无所有 工作 房子 还有你我统统失去了 我就是一个白痴 不求你的原谅 只求你好好照顾我们的女人 听着那头颓废的声音 妻子还是不忍心想要回家看看丈夫 可此时的丈夫已经慢慢地爬到了天台 妻子刚下车还没走进屋 只听哼的一声 妻子的心彻底冻结 因为眼前血肉模糊的是她的老公 看着老公留下的遗书 说着整件事情的过程和各种道歉 妻子心如刀割 此时对老公没有了恨意 只觉得替老公不值得 于是他冲到真爱希办公室 本能地拉扯露出的纹身 在不久后起到关键作用 可尽管妻子一个竞说 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害死了我老公 可根本就是徒劳 没想到老公一死法院 就上门没收了家中的财产 就连他的车都没收了 女儿一招回到解放前 但没想到母亲的一个骚操作 改变了女儿的一生 风韵油存的女人 故意穿了件黑色礼服 当拉下拉链的那一刻 他就知道他得逞了 都说外面的野花就是香 可他不知带来的后果 竟是无路可走的命运 但一切都来不及 他点燃了一根烟 而后跨出了护栏外 他知道现在一无所有是自己活该 在妻子刚回家时 他直接跳楼结束了自己的命 随后法院也查封了他们家 做了15年的家庭主妇 一下子全没了 而罪魁祸首的女人知道 只要平安度过三天 这事就翻篇了 果然就算妻子知道他们的关系 他也没办法 因为根本没有证据 很快凭借自己研究生的身份 当了一名老师 而这一档就是一年 突然他收到了一条短信 恭喜他成为雷克斯的会员 起初他以为是对方发错了信息 直到他回家时 母亲递给他雷克斯的会员卡 还让他在这里面挑个男人 要知道这里的男人可贵着 一定要珍惜 女儿问母亲花了多少钱 母亲心疼地伸了一只手指头 女儿顿时怒斥她疯了吗 可母亲却教育她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雷克斯婚介所可适 专门为有钱男人挑选择偶的高档之地 但一千万不是个小数目 母亲哪里拿得出那么多钱 果然女儿这才发现母亲把戒指都卖了 虽然母亲假装说戒指戴着爱事不方便 但女儿知道这钱不能就这么打水漂 于是她来到这所谓的高级弘扬恢复 可她并不是来入住的 而是想让前台给她办理退款 因为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 母亲给办理了 前台帮她查看了信息 让她等会主管完事后和您见面 可这主管正忙着接待这位 曾经用黑色礼服让男人欲罢不能的真爱心 她拿着从男人那边骗的钱 贿赂这位高管帮她配对成功 虽然主管将最有能力的会员资料给她选择 可这些不是老头就是老老头 最年轻的都已经56了 可她明明记得在等电梯时 这位韩国富豪榜之一李亨珠就是这里的会员之一 而她能到这里也是奔着她而来 别看亨珠凭借着对游戏天分创办公司 让她赚得盆满钵满 可她的婚姻却破败不堪 自从妻子离开了她 她对儿子就异常的上心 无论自己有多忙她都会抽空陪儿子 可除了跟她一起打游戏 她貌似什么都不会了 于是这位母亲也偷偷地给儿子 报名了这家雷克斯婚借所 一是想让儿媳看下她儿子很抢手 二是我孙子不能没有人照顾 尽管儿子解释我现在已经厌倦了女人 可母亲不管反正她已经报名了 不想让我再操心你就看着办 而就因为这母亲的举动 让这种闻到欣慰的真爱惜心动不灵 甚至不惜花重金收买高管给她佩妮 在外等着高管想退款的慧生 正无聊地观赏着花瓶 就在矮熙要走时 突然与这家的崔总照了个面 而这名字让慧生本能地掉头 可这掉头却不小心打碎了客厅的花瓶 这一动静让两人四目相对 要知道老公的死跟眼前的人脱不了关系 本以为一切都过去了 没想到这才是刚刚开始 而从他们的眼神中 崔总闻到了一股火腰味 但从慧生蹲下来自主地清理碎的花瓶时 崔总立马上前扶起她 这一扶竟让慧生下定了的决心 她认定眼前的人能帮她翻盘 可她不知崔总表面上很温柔和善 实则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但刚才看到真爱惜的那一刻是 她已经想好了 她势必一条道走到黑 女人当着自己瘫痪老公的面 故意慢慢地解开扣子 又轻轻地拉开裙拉链 随着衣服滑落 老头只能无助地咽了咽口水 女人不是每次都这样 而是老头今天做得太明显 只因她刚回家就发现客厅最明显的位置 突然挂了一张老家伙和她儿子的照片 保姆尴尬地解释是会长让我挂的 她表面上不动声色 实则她知道老头怕是小儿子 可儿子如今都已成年却从未去找过父亲 因为在她心中母亲大于一切 打从她记忆开始 母亲被父亲毒打的声音一直在耳边回响 就算母亲被打得还不了手 父亲都要上前狠狠地蹿两脚 如今三天两头她就要跑医院 都是拜她父亲所赐 母亲落下的病让她常年住院 但这次母亲貌似感应到自己大陷将至 尽管儿子安慰她会没事的 可母亲却用最后一口气劝她回到父亲身边 然后夺回属于你的东西 不能让其他人拿走 而母亲口中说的那个人正是眼前 和父亲同床共枕的女人 怕她不知道女人还准备介绍自己是崔雨山 男人打断她问我父亲没来吗 女人解释你父亲有个紧急会议 让我传达真挚的哀调 儿子很淡定并礼貌的回应 这也是女人第一次见老公的儿子 确实让她有点意外 本以为他们在无交集 可她不知这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 行动不变的老头还不放心地追问 有没有转告我 我很想她 听到小嫩妻说当然转达了 老头这才安心 小嫩妻没放在心上 毕竟她还有大事要做 她利用老头的钱开了一家雷克斯高档婚姻介绍所 但这里面的谁可生着呢 但为了掉个金龟血 也不免有人重金收买这里的高五 晚上女人伺候瘫痪老公洗脚 这样的神情显然老头正常享受 而小嫩妻看似也像是心甘情愿的样子 突然有人敲门 老头万万没想到儿子一回活就看望自己 更没想到儿子会主动提出回家 小嫩妻听后顿时停顿了半拍 听着老头在开心地夸儿子终于长大懂事 想必老头对儿子有另一番打算 于是他表面上端查实则在套户 硕贞十几年没回来住了会诛不习惯吗 硕贞不急不躁地回复没关系 以前一直照顾母亲 如今是时候来陪陪爸爸 一顿彩虹屁厅的老父亲嘴都笑歪了 女人没说话只是暗暗地记在了心里 有脑子的都知道这时候硕贞回来的目的 看着这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他知道无论付出什么 他势必完成母亲的遗愿夺回一切 吃饭时就简单的一个家菜动作 他这所谓的父亲可谓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可他精神状态非常好 当问儿子今年多大时 虽然儿子心里不悦但还是如是说自己42 父亲立马像长辈的样子 则问他这么大了还没结婚 这么长时间都干嘛去了 随即命令他早点结婚我才能抱孙子 你可是我唯一的血脉呢 紧接着就让小嫩妻帮他安排下 这个是你专业的 小嫩妻复合地答应着 为了让家里的气氛融洽 父亲提议让儿子应该叫生女人妈妈 儿子瞥了一眼 小嫩妻瞬间尴尬 我只比你儿子大四岁而已 可这老东西思想很开放 辈分和年龄又无关 都说男人都喜欢比自己嫩一半的女 而且还是那种可怜让人怜惜的那种 眼前表面丝丝纹纹的教授 说着让女人知足常乐 就一个研究生资历 还想让工资比教授还高不现实 但我可以帮你深造深造那就没问题 随即他靠近慧生 接着爪子一搭 是个人都明白他什么意思 果然老不震惊教授提出 等会我们找个地做个小运动 慧生一把扯开他的爪 为了不撕破脸皮 慧生提醒他教授你喝多了 一出门恰巧遇到了说真 别看慧生表面淡定 实则他恨透了眼前的男人 显然慧生不想跟他多酗酒 但没想到刚出门 这个老教授假借以后学术交流 让他别多想 当然若是你想通的话随时找我 慧生的动作已经很明显 老东西失去地离开 慧生知道一个女人没有老公的保护 总会引来一些臭臭 但他没看到身后有霜 让人看不懂的眼神 一直目送他离开 但没想到在之后的舞会上 他终于从慧生的嘴里 听到了对他当年的怨气 女人的老公刚死没多久 就被人指着鼻子骂到没心没肺 却被女人回怼 这种场合连你这种人都能爱 我为何不可呢 短发妹想试探 你是想男人想疯了吧 慧生扯开话题 好奇这里的人知道你的过去吗 短发妹提醒他 玷污我的名声对你没好处 而就这句话让慧生知道 这家伙紧张了 能不紧张吗 他可把对方的老公给玩死 但也不能怪他呀 谁让那家伙自己承受能力不行 还想的美仕途和他往后预设 利用他贪污十个亿 就当是这段时间赔税的代价 可这东西一根筋 如今他也后悔被那种女人盯上 他还怎么在那个会所里叼金闺序 其实慧生现在一门心思的 想好好呵护女儿长大 得知母亲在父亲死后 找了个讲师的工作 他为母亲的独立感到骄傲 也暗暗地提醒自己 我也会尽快走出父亲的阴霾 可就在两人餐厅示范时 遇到了教授 甚至还不客气地坐下一起示范 可这老东西不是个省油的灯 表面上荡着孩子的面 夸他妈妈有多能干 然后借口提起那个项目 让他好好再考虑一下 一开始他以为这个项目 是教授特地照顾让他多一份收益 本来他欣然答应 但没想到这一切 竟是珍爱希为了让他闭嘴会 他二话不说给拒绝 但也让他知道珍爱希害怕 如今吃饭时 没眼力尽的教授 还在劝他接了这个项目吧 好歹珍爱希代表公司 邀请你很忠诚 而珍爱希三个字女儿 是全听进去的 半夜女儿趁着母亲睡着 偷偷拿起她的手机 然后找到珍爱希的联系方式 在一日给害死父亲的女人 但还是鼓起勇气跟他来到江边 女孩的目的很简单 你害死我爸别再来招惹我吧 也许想极力地撇清自己无辜 他慢慢靠近女孩 再次给自己辩解 可女人却直接塞给他两张小钞打发 他自己打车回去吧 他根本没时间浪费在这种孩子身上 可他不知就他把孩子晾在这里 彻底让他妈下定决心 找了一天的妈都快要疯了 直到接到警方让他去接女儿 他才松了一口气 可女儿腿上轻易筷子一筷的 他试问是那女的干的吗 女儿没有激发他们的矛盾 只说想找他不要来伤害人 但回家发现自己迷路了 可女儿还想知道父亲 真的像他说的那样坏吗 为了让女儿知道父亲不是那样的人 他特地找到雷克斯会所的脑袖 本来是母亲瞒着给他报名的 他想退款 但如今他不打算退款 他只想看到某人输得一败途地 崔总点拨了一句 那就找他的弱点攻击 才能让对方不站而摆 会声貌似懂了 作为专门给专事王老五们 选择偶的雷克斯红娘惠妇 崔总突然有了个好玩的游戏 他要举办假面网会 让这些王老五们各自挑选心意之人 让那些女人们各自去补到自己的猎物 会声虽然精心打扮 可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要在众人面前拆穿真爱希的为人 让他再无脸见人 所有人都在寻找下辈子一事无忧的猎物 可他却是在寻找真爱希的身影 但真爱希今天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找到韩国最年轻的富豪榜李亨珠 就算他离婚还带着个孩子 他也不惜花重金收买这边的膏 让他告知李亨珠戴的面具 于是他已锁定眼前的黑色西装男 就是他的猎物 可却被这位毛毛女搭讪了火热 于是他迈着自信的步伐 一把将男人拉到了舞池中央 接着开始了他的一段骚操作 可他还不知这段骚操作 差点让他尴尬的下不来台 女人精心打扮参加这次的假面晚会 入场费就一个亿 但若是成功那下辈子 就可以吃香的喝辣的 随着主持人宣布 女士们可以施展各自的魅力 找到心目中的良人 你们的专士王老五们会主动靠近 男士们沸腾了 女人们开始不猎了 虽然个个们都戴着面具 可红衣女已经找到了他要的猎物 他通过收买员工得知金色面具的是 富豪榜前十的李亨珠 可这李亨珠被人先行一步 他正盘算得怎样抢回来时 这边的胖子主动搭讪 他连看都没看一眼给俊 同伴一顿嘲笑 胖子为了证明不是自己魅力不够 而是内女的却是冷漠 胖子硬让白衣男去试试 天知道这位白衣男就是李亨珠 当发起邀约跳舞时 预料之中他也被冷冷地削了 甚至压根看都不看他一眼 胖子顿时心情大爽 而这位黑色衣服的女人可不一般 他一眼就认准了眼前是高档烈门 原来到最后佩戴面具时 举办这场男女配晚会期 所以总将李亨珠的面具 与老公儿子车硕真的面具调包 一是因为半身不随的老公 每天都催着儿子找对象 作为专业的红娘 他答应老公会给他儿子多创造机会 知道李亨珠参加这次的晚会 定会有人从中打听他戴的面具 他不仅做了调换 而且还顺手多了个人情 加入豪门谁不行 眼前女人在之后可以助他一臂之力的 他自然给了他一点提示 一个万众瞩目的人 在戴上面具被人拒绝后 他的神情会落寞 那时候有人若是温柔地靠近他 会让他非常难忘的 女人懂了 于是他找到了崔总所说的那种落寞之人 接着他主动出击 问他要不要赏得脸跳过 不带白衣男回答就将他拉到五池 但没想到红衣女性格够直接 完全不客气地将黑衣男拽到了五池 刚回国的朔珍对国内的女人另眼相看 这也太主动了吧 而白衣男的眼神全被台上的女人吸引 还别说这种搔手弄姿 怕是所有的男人都看得直呼近往 也许是不服这口气 黑衣妹也大展她的才艺 接着五池的这道风景 让台下的男人尖叫不离 可唯独这女的在玩手机 对眼前的这种抢眼球的她根本不屑 可突然红衣女人转身时露出的纹身 让卉生顿时认出了 此人正式害死自己老公的珍爱希 而举办这次配对的崔总 全程看着他们的精彩举动 爱希使出浑身解数 就连打个台球那种姿势 就让所有的男人心潮泡泡 更何况还进了球 可这不是主要目的 于是她假借掉耳环 让西装男主动跟她套近 果然男人对她产生了兴趣 问她是舞蹈行业的吗 爱希示意这里太热 要不要出去交流下 以她的自信 她知道男人肯定会跟她出去 果然如预期的那样 男人屁颠颠地跟在了后面 富豪调整了下自己的面具 好似掩盖自己的落寞 接着她看到角落出 一直低调的女人 好奇的她想上前搭讪 格知女人是教书的 难怪她能那么斯文 但没想到他们能淡然地 谈论各种四书五经道童话故事 而这黑妹今晚 像是牛皮糖一样地粘着她 而这边的爱希已经迫不及待 在介绍自己只是一名律师 并非舞女士 她的手已经开始过安分 甚至还想主动凑紧 却被男人拾去地避开 可爱希根本不觉得 尴尬她什么世面没见过 在这边谈得火热时 黑衣男主动加入参与话题 从他们的对话间 黑衣男不知为何 对粉衣女友不熟悉的 于是她还是忍不住搭讪会声 你的声音和我前女友非常的小 却被女人怼到这种搭讪太老套了 男人没别的意思 只是解释我那前女友已经结婚了 其实卉生早就猜到她的身份 于是借着面具说 自己曾有个男朋友 突然去国外学习 连剧分手都没说就阴性全无了 比起你那前女友 我的男前友是不是更诈 男人对号入座 想试问她是不是会声事 被告知舞会接近尾声 接下来就是揭开面具的时候 而这也是卉生来此目的 她势必要让害死她老公的真爱希 一辈子抬不起她 可她不知揭开面具的那一刻 反让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一面 顶级富豪第一次戴上这玩意 参加配对晚会 由于谁都不认识谁 大家畅谈心声 完全没有顾虑地大肆开聊 只见眼前的胖子口无遮拦 可你聊天让我想脱 随即假装说脱面具 都是成年人大家都懂了 于是一搏一聊 两人瞬间心仰难耐 而这边某人已经开始 对自己的猎物下手 虽然男人戴着面具 但女人早已做好功课 眼前的人可是富豪哼住 于是想上前轻去时 不巧被人打扰 男人失去地离开 这种猎物到嘴溜走的感觉 让女人很不熟 于是她怀疑女人也知道 刚才男人的身份 这是来破坏她是吧 女人让她放心 我对男人没兴趣 就在这时刚才胖子那对 已经安耐不住 一路连轻带坦地 找到这隐蔽的角落 吓得女人连忙 让胖子拉上裤子 差点被亲上的黑衣男松了一口气 白衣男问她 是不是也不适应这种场合 但你的人气特别高啊 黑衣男怀疑可能是因为 金色的面罩吸引人吧 殊不知他们的面具 已被主办方被调换 其实大家要找的是 眼前的富豪亨珠 可这富豪一点架子都没有 还邀约有机会 我们出去碰碰面 两人默契地 在这种场合下交了朋友 突然身后的红衣女 看似摔跤 伸出的两只手 让她本能地选择了黑衣男 其实这一交 只是测试所谓的 富豪亨珠对她是否上心 可怜真正的亨珠 服了个技能 很快晚会接近尾声 也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我待会叫到名字 你们摘掉面具 做个自我介绍 主办方的崔总全程 在看好戏一样 以抽签决定顺序 随着一个个介绍 惠声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因为她可不是自我介绍 而是准备很久的计划 眼看自己的目标人物 已取掉面具 她的心更加地控制不住 很快主持人 叫到了她的代号鸭顶 她深呼一口气 所有人都对她这种 全程低调产生了好奇 随着她面具的取向 矮夕不淡定了 黑衣男脱口而出 惠声 白衣男测着45度看她 记住这个45度以后 起到关键作用 惠声先是介绍 自己是讲师的身份 然后道明自己 今天参加舞会 有个特别的愿意 心虚的矮夕看都不敢看她 手紧张到开始发抖 果然惠声要说的是 关于夺走她一切的女人 所有人都在 摒弃名神地听着 当她刚要说出 那个人的名字时 突然意外发生了 蓝会员发现 自己的前妻 也在此两人大吵 趁所有人注意力 在这里使人 心虚的矮夕假装 去上洗手间离开 当惠声看去时 哪还有她的身影 也就因为她没说出口 让后面的事情 一发不可收拾 胖子看到刚才 跟她亲热的人被欺负 想打抱不平反倒 被打了一拳 接着会场乱做一团 草草地给散场 车说真没想到 能在会场遇到前女友会生 看男人要走矮夕 在后面着急地追上 却发现全程都认错了人 此人并不是亨珠 看女人的表情 说真知道对方 怕是认错了人 直至看到亨珠出来后 她才发现自己好丑 拒绝几次的人 正是她一直想要进宫的人 都是这面具惹的货 看着亨珠坐进豪车 矮夕毁的肠子都轻了 还好舞会虽然结束 但投票还没开始 而这边胖子一回去 就等不及地 将所有的女人挨个头了一票 这样配对的可能性更高 但万万没想到 亨珠的选择 出乎了所有人的意义 也让矮夕知道后 狗急跳墙 做了这辈子最错的决定 中年妇女第一次 涂上骚艳的口红 要知道这是她人生中的 第一次约会 可她却把这个约会 想得太简单 如今的约会 哪像他们那个年代 那么单纯 原本她参加了一场 配对舞会 是为了揭发 害死自己老公的爱惜 却突发事件 打乱了她的计划 但却阴差阳错 在舞会结束后 关于他们的投票结果出来 但万万没想到 富豪亨珠 竟然选择了一直低调的她 组织这场舞会的 崔总一看就知道 他们成不了 于是她特地找到 富豪亨珠 一是抱歉舞会 以那样的结局收场 二是给她带来 这次的配对结果 亨珠很和气表态 这次晚会很开心 可崔总告诉她 你选择了雅典娜小姐 她并未选择你呢 而且她今年四十多 还带着个孩子 亨珠短短几秒的可惜 但很快假装解释 她只是好奇 最后她想要对大家 说什么而已 可人气最高贵的 真爱惜却选择了你 亨珠很不解 她可是拒绝我好几次的 为何最终会选择我呢 崔总问她 要不要我帮忙牵线 让你们见面约会 亨珠越发搞不懂 现在的女人了 但还是决定 见一面爱惜 而这结果 正是崔总的计划之一 突然亨珠有个不情之情 她还想见个人 虽然不知她安得什么心 但崔总还是答应 牵线搭了这个桥 毕竟跟她的计划不冲突 与此同时 惠生接到通知 有心意的男士选择问 是否需要和对方 见一面 是否愿意接受约会 惠生想都没想拒绝 她目前没有这个打算 这边负责人开导 不要排斥 就算不以结婚为牧主 认识下做朋友也可以的 想着自己复仇 也要扩宽人脉 于是勉强答应了 很快她精心打扮来赴约 同时这边的矮夕 也被安排和富豪亨珠见面 本以为亨珠同时 约了他们两人 但万万没想到 惠生约见的是一位牙医 看表面还挺老实的样子 两人聊得貌似挺好 男人甚至浪漫地 邀请她去顶楼 边看风景边畅聊 惠生本觉得 已经聊得差不多了 下次再聊 可男人热情邀约的样子 让惠生不好拒绝 但万万没想到 男人竟将她带到了酒店开房 惠生问她什么意思 男人一边让她别装青春 一边想拉她进去 气得惠生转头就走 可男人还不死心 拽着她跟无赖一样 说她的酒店不能白定 而且我请你吃 请你喝你都吃完了 惠生一边瞄准电梯 一边打电话叫救援 要知道男人也是有身份的人 不好再跟上去 听到前女友被疯子 骚扰硕贞飞快地冲出去 可这一幕恰巧被后妈看到 很快硕贞敢来紧张地 问她疯子有没有伤害你 得知没有追来 硕贞这才松了一口气 本来她想报警 可这种情况报警太怪了 本想就此离开 可这么好的机会 硕贞不想放弃 她有话必须要说 而这边的亨珠 貌似于眼前的矮熙 聊得很开心了 甚至在矮熙要走时 她向矮熙发出邀约 问她要不要到楼上喝杯养酒 这边硕贞也告诉了 她当初一声不吭出国的原因 婉转点说 我就是个逃兵 因为我爸是暴君一直殴打我妈 我怕我忍不住会送她上西田 惠珍不解当时我俩的感情 你不相信我会留在你身边吗 硕贞却觉得爱一个人 就是让她幸福 惠生顺着她的话说 她根本不幸福 生活过得一团糟 这边再说着各自的过往 浑然不知的矮熙两人 也来到了这里 服务员挡住了事情 其实她看到了远处的这样 也许爱希是心里有鬼 在惠生两人谈论他们的身份时 一转眼的时间 两人就不见了综艺 天知道爱希已经 急不可耐上了亨珠的潮 但万万没想到 为了让自己早日嫁入豪门 她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 反让富豪亨珠认识了惠生 女人为了生计到富豪家做家教 却不小心将手机遗落在她家 可她刚要走却被富豪拽毁 炙热的目光盯着女人直发毛 而雅典那是她在舞会使用的名字 其实她的生活很简单 只是一名大学讲师 只因那天在酒吧 她看到害死自己老公的爱希 和某个男人聊得很开 心虚的爱希以为 她会破坏他们的好事 于是不仅先下手围墙地跟对方睡 但又害怕到手的猎物被人撬走 于是她一边夸男人 非常有男人魅力 一边想尽办法 让这个地雷远离这座城市 她不惜利用毕业生的心态 让眼前的讲师另谋出路 起初她不懂什么意思 直到教授告诉她 有个最权威的讲师会接替你的岗位 表面上说是为了学校的声誉 实则变相地让她离职 其实教授很好奇 你跟珍爱希小姐之间有什么过节 慧生终于明白了原来是她导动的 可偏偏天无绝人之路 教授接了个电话 让一切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富豪哼朱的儿子所有科目都很好 唯独宇文很差 孩子表态她尽力了 宇文她从来就没好 奶奶安慰没事 这是遗传和你爸小时候也难 于是奶奶想到了 帮孙子找宇文家教老师 而巧的是让教授给她找的老师 这边倒有个县城了 晚上富豪哼朱回家 恰巧与刚上完课的慧生照了个面 听说母亲给儿子找了个老师 谢谢你那么快上岗 我是浩俊的父亲哼朱 虽然两人简单地交流 关于孩子学习的情况 但就在哼朱进去接了电话 听到珍爱希三个字式 慧生突然神情紧绷 没想到那种货色 真的喜欢砖钉有钱人了 可爱希怎么也想不到 她想搬离的炸弹 反而一到了猎物身边 而她认为的炸弹 却暗暗下定决心 绝不会让爱希得偿所愿 儿子一回家好奇 妈在哪里找到的这个家家 怎么这么严肃 母亲解释教授推荐的呀 说她教学很不错 哼朱没多想 只要能帮助儿子的都行 而慧生不仅用心教男孩学习 还会关心他的心理健康 出乎意料男孩很愿意 跟慧生沟通 甚至还吐出自己长大后的心愿 从男孩跟他的沟通中 慧生打心眼里 觉得男孩有朝一日定能成大气 而已经成大气的父亲出手 就是施克拉的大专解 送给跟她睡了一晚的爱希 爱希没想到得来全部费功夫 可她浑然不知礼物另有含义 在富人们的世界中 这种五个亿的戒指 只是毛毛鱼 临走时 爱希主动提出 要不要找个好地方喝一杯 成年人都懂这种暗示 可哼朱假装看了下手机 表示她明天有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言外之意今晚不方便 但爱希的嘴跟抹了蜜一样 非要送哼朱回家 很快车子刚到家 爱希刚想约下次见面的时间 突然她看到会生从这个家出来 其实当时她只看到了会生的侧脸 现在想想难怪她看得那么眼熟嘛 爱希见机开始挑拨那女的 可不是个好老 男人好奇什么意思 没想到爱希开始诋毁 她是个专门靠色又有钱人的渣女 而她把手竟然伸到了你家 难道她是故意接近你吗 亨朱越听越不是滋味 当初选心动女生的时候 她还选择了她们 没想到走了一半的会生 发现手机忘记带走又折回 这让亨朱更加笃定 这女的动机不纯 于是她把所有女人 都当成了爱希那种捞你 可她这次冲动的行为 在之后让她懊悔不已 女人怎么也想不通 为什么男人都是这种生物 她只是给富豪的儿子当家教 临走时忘记拿手机折回 可富豪却误会她是故意的 表面上绅士地递出手机 但下一秒却将女人拉回胸前 问她是不是欲擒故纵想勾引我 会生讽刺她想多了 在这里我只负责教好你的儿子韩文 可女人刚想挣脱她离开 却被男人拆穿你是舞会上的雅典蛋了 所以你就是故意接近的我 女人给她吃了个定心碗 我一个寡妇带着个女儿 你看我哪点值得去勾引你 而且就你现在的态度 我决定孩子考试结束后我就不来了 话说的那么坚定 让富豪哼朱开始反思 那么矜持的人 为何会出现在配对网会上呢 而为何矮熙会将她说成是捞女儿 殊不知矮熙的手段可高着呢 她利用自己律师的身份 想加入亨珠合作的律师所 都知道她现在正和亨珠交往 若是她的加入 能更好的稳固律所和她的关系 男人一听两拳其美当场答应 殊不知这条路竟是她走向灭亡的开始 本想让同伴约亨珠出来给她惊喜 但没想到亨珠根本不给她面子说 今天忙没法 矮熙有股不好的预感 果然这边的亨珠在耍库 开着三百码的速度在玩赛车 要知道她旁边可坐着个美女 为了能让这次约会成功 某人可是包了整个赛车场 不是男人心甘情愿 而是女人的撮合 若他们成功 她将得到她所要的东西 女孩虽然平平无奇 只是个普通的大学教授 可她却有个厉害的妈 也是未来总统的秘书 相当于皇帝身边的红人 只要崔总帮忙 促成女儿富豪亨珠的婚事 那好处就不用说了 起初她假装给亨珠配对了矮熙 她知道越是星级的人 越是会露出马脚 果然在他们约会当晚 矮熙就奉献了自己 随后矮熙就收到了 石科拉的大专件 可她只以为是亨珠 败在了她的石榴裙下 殊不知这是富豪们 常玩的分手玉石 傻傻的矮熙浑然不知 作为高级红娘崔总愁准时机 给亨珠抛出了秘书的女儿丁美珍 对于她亨珠印象很深刻 舞会当晚除了矮熙火爆外 黑色衣服的丁美珍也很火爆 而亨珠只看了一眼 就拒绝那种女人 她应该和矮熙一个调调 崔总提醒她 如今有多少婚姻是真爱的 作为上市公司的执行者 你也该展示自己完美的家庭形象 说白了你需要的是奖杯 而并非爱情 于是她奔着这所谓的奖杯 和美珍约会 就在两人约会结束时 亨珠提出要不要去喝一杯 女人很聪明果断拒绝说下次吧 因为她知道男人说喝酒的意思 这也是崔总教她的欲情故纵 用白话讲就是得不到的 她才觉得香 果然亨珠对她产生了点兴趣 而在她的家中 惠生激动得不行 没想到亨珠儿子 在她的努力下能考出满分 奶奶更是一个劲的感谢 惠生知道这是她的最后一节课 她不仅教男孩以后学习的方法 还贴心地让她好好地放正心态 母亲再不好终归是你妈 男孩心中一阵温暖 因为惠生说出了她的心声 就在惠生要走时 亨珠妈让她留下来一起吃个饭吧 惠生谢绝后 看了眼亨珠 表态她和李先生说好了 等君浩考试结束后 我就不再继续了 其实亨珠都把这事给忘了 看着惠生老师要离开 儿子的眼神充满了不舍 随即瞪了眼 父亲犯了不吃的回屋了 不知为何就走了个家教 却让亨珠心神不明 于是她想到了一个人 或许能给她答案 可她不知矮熙这段时间被冷漠 让她突然发现和这个戒指有关 于是她嗅了把骚操作 让事情发生了今天的大反转 富豪们的生活狂到你无法想象 上一秒狂到对自己儿子的家教老师无礼 下一秒就像换了个人90度弯腰道前 还特地给女人准备了大排场 女人越发搞不懂她这是玩的哪一处 殊不知 在她给孩子上完课后 礼貌地告别了他们 这也是李先生的要求 在孩子考试结束后 我的工作就结束了 看着老师离开儿子很不舍 甚至对父亲再次充满了仇恨 本想开导儿子 这老师不是个好人 反倒被儿子教育你自己思想才不正 这让她不得不反思 于是她想到了舞会上的一个人 由于两人都是第一次参加这种配对舞会 于是约定有机会出去摘掉面具碰碰面 接着在主办方告知她与矮西配对成功后 问她是否需要约会时 她虽然答应 但还额外想见一面金色面罩的男子 崔总爽快地答应 也就因为先见了金色面罩的硕贞 在她和矮西约会时 她无意间看到 硕贞也在约会 起初她以为两人也是配对出来约会并未打扰 可硕贞的约会对象竟是会生 于是她不得不再次找到硕贞 得知他们在大学那会就认识了 但不对啊 为何在网会女没认出她 而接下来的话才是重点 硕贞将会生夸成了与世隔绝的仙女 不是我没认出 而是她根本不会参加这种委会 因为她非常忙碌 一个人抚养孩子根本没时间找男人 这次参加也是她妈妈没经过她同意给报名的 她之所以却并不是为了认识男人 而是有话要说 了解情况后 亨珠越发自责 她怎么就听从矮西说的她是个捞女 其实真正的捞女是矮西才是 而这边的矮西也发现富豪亨珠对她的冷漠 打从收下这枚戒指亨珠就像避开她一样 她终于明白富豪这是用戒指测试她是否是捞女 于是她决定一不做二不休 可亨珠为了挽回儿子的家教老师 各地邀请五星级厨师包厂跟会生赔礼道歉 因为我身边的人都是有目的地接近我 所以我也把你当成了他们 为了表示歉意 无论你提什么要求我都答应 只要你可以回来继续做家教老师 会生没有答应只是说会考虑下 亨珠松了一口气 但没想到晚上会生就接到亨珠的不情之情 说儿子还没回来很有可能去找你了 麻烦你能不能找到他后联系我我让司机去接 会生让他放心我会好好开导俊号的 但这次开导却开出了问题 这边刚挂完电话 矮西就找上了她 出于礼貌 亨珠示意矮西进屋座 没想到矮西是来还戒指的 还说自己很天真 以为这是爱的礼物 若是对我们那晚缠绵的补偿我不需要 本以为撇清老女的形象能让亨珠挽回 可亨珠压根没有任何动静 于是她开始了欲擒故作 折回大骂亨珠狂妄自大 就因为自己有钱就认为所有人都会扒进你的钱吗 我一开始就对你毫无兴趣 不是崔总推荐你我也不会和你见面 像你这种不懂得尊重别人的人 当我看走了眼 还有那晚我们放飞自我权 当是我寂寞并非你需要 所以该说结束的是我不是你 好一通以毒攻毒瞬间让亨珠对她另眼相看 接着亨珠将她带到了酒窖 然后问她要不要喝一杯 见有了下文 矮西开始先脱衣服 还解释怕待会喝酒上午 其实她就是想展现她凹凸有志的身材 这边的会声答应 俊浩会重新回到她家继续做家教 所以以后不要动不动就离家出走知道吗 怕老师反悔 俊浩邀请老师回家跟她打一把游戏 可他们还不知家中已有不速之渴 还别说矮西虽然表态他们已经分手 但他们可以成为酒友 亨珠憋着笑这把戏 他都不知道领教过多少人 可他还是顺着矮西的话说这样挺好做朋友 矮西自认为她的计划得逞 可他不知亨珠的儿子此时正好回来 可儿子刚进屋 恰巧看到他们两人这副暧昧不清的动作 会声的脸瞬间不好看 不是惊恐亨珠有女人 而是惊恐这样的女人亨珠都能看得上 但亨珠的尴尬一点诡压于他们 女人用高级精油给瘫痪多年的老男人按摩 据说这样可以让老头舒服得多躺几年 表面上不离不弃还说会和他白头到老 但老头又不傻 这嫩妻可比自己小三十岁呢 两人其实各怀鬼胎 要知道这老头可还有儿子 看着父子俩和睦相处的样子 娇妻越发觉得心里不踏实 还好他发现这儿子能那么着急的出去 心中定有秘密 都说痴情的男人都会败在女人的十六群下 而只要搞定眼前的女人 那他这辈子就算赌赢了 嫁入豪门无非就是为了得到一切 跟爱情毫无相关 就连眼前的矮西根本不嫌弃富豪哼朱有那么大的儿子 想方设法地在富豪面前展示他诱人的身材 还试图选出最烈的红酒扬言 看比谁先醉 女人安的什么心腹豪用脚趾头都能猜出 偏偏这时儿子带着家教老师回家 两人这气氛别提有多暧昧 可在惠生的眼里 只觉得这个妖女又在祸害男人 要知道她的老公就是被这女人给挽死 但在矮西的眼里却恨死了惠生 这时候竟破坏她的好事 没想到第二天他们就接到房东通知 他们的房子要返派 让他们尽快搬出去 母亲本想安慰女儿 没事搬个家没什么大不了 但没想到矮西找上了门 怕他们不知道什么原因被轰走 矮西当着惠生女儿的面说 你妈破坏了我的好事 女儿的火蹭到了头顶 骂她全身都是一股狐狸胃 我爸死前应该拉你陪葬才是 而就这句话让矮西对着十几岁的小丫头 完喷在心 在不久后竟做出了不计后果之事 没人知道矮西的童年是多么的阴暗 得知惠生明天突然要搬家 硕贞连夜赶来 女儿哭诉地告状 是矮西故意整我们将我们赶出去的 没想到硕贞有贝尔来 让他们不用搬家 他已经将房子直接买下来了 所以这房子属于我 那晚没有叼到富豪亨珠 矮西实属不服气 而且那晚亨珠看卉生的眼神明显不一样 于是他再次约亨珠 开门见山问我在你心中排地几 虽然他们已经缠绵过 但亨珠还是表态 我现在没有考虑婚姻这方面 更不会对任何女人动性 可奇怪的是 儿子这次考试竟再次考出了女人 父亲一听夸张的一嘴一个好样子 儿子无语上次我就考了一百分 你也没那么激动呀 父亲正好顺着儿子的话说 要不要感谢老师呢 接着表面上是庆祝儿子成绩突飞猛进 实则借机邀请卉生母女游玩 从亨珠的眼神中看出他掩饰不住的开心 饭后几人准备垂掉 俊昊不小心割破了手指 卉生紧张地上前 用丝巾暂时先包裹住 一边安慰他没事一边 嘱咐他回家伤口的注意事项 看到两人互动的样子 亨珠突然有种错觉 直到卉生提醒愣着干嘛 赶紧把工具箱拿过来 看着卉生熟练地在处理伤口 亨珠不由地再次多看了他两眼 看着两孩子无忧无虑的样子 卉生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就连亨珠都不由地感慨 很久没看到儿子那么开心了 两人不经意地互动 却忽略了一旁的小潜艇 待潜艇过去时一阵腰风吹过 卉生差点没战略 亨珠眼疾手快扶住了他 而就这次接触两人 莫名地有了一股好感 感觉少了点什么 突然他发现卉生和富豪亨珠的合影 他不敢再想下去 两人不会是那种关系吧 突然他爸的小嫩气找到他 说我会帮你得到你想要的人 硕真不明白他什么意思 可苍蝇不叮吾凤胆 女人示意我们俩可以合作了 没想到他说的合作竟让硕真动了心 女人穿着睡衣在酒店内正嘚瑟着 但由于生活物品不够 他特地让服务员上门帮忙 没想到一开门 前夫就冲进了酒店 女人明显心慌地不行 虽然两人再无关系 可前妻藏在屋内的男人 跟他关系可大着 于是他上前就给了男人一拳 并臭骂他是卑鄙小女 前妻没想到这么快就被发现 原本他作为孩子的妈 光明正大的回家 还警告亨珠别找借口请家教 实则在掩盖你自己想女人的心思吧 恰恰此时家教会声课程结束 一转头就看到他口中说的女人 于是当场质问 他在孩子面前不知道羞耻吗 这么接近亨珠一定是有所图吧 男人试图让他闭嘴 反被前妻扇了的嘴巴子 亨珠怒斥他滚出去 别侮辱我儿子的老师 并警告他以后 没我的允许不准踏入这个墓 前妻没有说话 只是暗暗地记在了心里 可他们不知 这正是一心想嫁给亨珠的矮熙 在前妻面前挑拨理解 作为亨珠公司合作的绿子 表面给前妻看了经营情况 实则就想表达你前夫 正被人迷的神魂颠倒 小心公司被人吞浪 虽然和亨珠没感情 但关乎利益他可不能容忍 而矮熙目的就是想让亨珠 从亨珠的家里滚出去 殊不知这边有人比他还着急 想利用自己红娘的身份 帮老公的儿子撮好 因为他知道这妻子 对亨珠的爱已经超出了自我 两人都心知肚明 亨珠对亨珠有了好感 于是两人达成合作 我会帮你搞定亨珠 得到亨珠 你放弃你的继承权 而他的方法很简单 不仅错点羚羊 而且还有意让他撮合的两对剑面 加上他的巧嘴 将死马都说成了活马 大家没一个反驳的 毕竟他们确实在被安排约会 其实惠珠出来赴约完全是想知道 崔总极力撮合我们到底安得什么心 说真就知道瞒不过惠珠的 傻傻的前妻被矮熙挑拨 让亨珠心里很不熟 在惠珠要走时 亨珠问惠珠能不能抽点时间给我 都知道男人一生气就喜欢喝酒 一喝酒就喜欢说心里话 也许都有着同样的经历 被自己的另一半背叛 两人有了共同话题 婚姻这东西就像酒 闻着香 咽进去才知道多少心 不知是不是在悲伤的时候最容易动情 亨珠假借酒意说惠珠仍然还有魅力 不然硕珍也不会十几年还对你放不下 惠珠告诉他我跟硕珍再怎么也回不去了 亨珠憋了半天还是说出了口 看惠珠一副警告他的眼神 他立马表态我只是开玩笑的 经过几杯酒下毒 亨珠的心情好了很多 惠珠一路地开导他 让亨珠表态他不喜欢欠人人情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尽管说 而帮助二字让惠珠停住了脚步 我现在确实得需要你的帮助 也是这辈子我一直做不到的事 很快亨珠假借酒会邀请了所有的上流人士 其目的让亨珠的真面目彻底曝光 利用惠珠早已准备的证物 揭露亨珠确实和他老公曾经有染 这是我老公和你私定终身的戒指 这种定制戒指轻松就能追踪到你们的关系 在亨珠极力否定这是栽赃事 突然有人给了亨珠一个大嘴巴子 并当场拆穿亨珠自己魔用公款 还设计勾引惠生老公让他帮你顶了罪 到头来反告他强奸 你这种人太恶毒了 知道他要反驳 男人掏出了他们曾经的录音 让大家看看你是怎么先勾引不过 然后让我做伪证害死了惠生老公 这一刻真相终于大白 检察官也在关键时刻出击 将他带走调查 本以为这一切就此结束 但万万没想到这才是刚刚开始 其实这都是亨珠的功劳 他找到牢内的社长 只要你说出真相 我就会让你重获自由 但他们不知矮希的实力 超乎了他们的想象 本应抓走的沈温的矮希 竟毫发无伤地出来 亨珠正难闷时 矮希放话看谁笑到最后 显然矮希要对他报复 而开头他冲进前妻酒店的行为 也是矮希的计划之一 但没想到矮希后面 还有更狠的招等他 包括他要保护的会社 可女人去让他醒醒吧 你现在应该求着我 答应嫁给你不是吗 之所以他那么狂 是因为他背后有这样的大人物 帮他撑腰 原本证据确凿的他被带走审讯 但惠生没想到 这个国家的法律无法忘天了 虽然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方法脱身 但有一点 你在上流社会的名声已经臭 想要嫁入豪门的愿望 怕是这辈子都做梦了 却被矮希上了一课 我要关注别人下不下地狱 保护好自己身边的人才是你的事 起初他只以为是矮希吓唬他 但没想到矮希真的够狠 因为揭穿矮希的罪证 被矮希曾利用的社长 半夜被人突然掳走 第二天新闻就播放 曾担任社长的崔明佑 今早在汉江发现他的尸体 在大桥上发现他的遗书 坦白自己被合博上市公司的执行长 亨珠写过 做出对矮希的伪证心理有愧自杀 一时间亨珠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说他私生活不减点花钱诬陷前女友 公司的股票一路下跌 让美国的股东大为震怒 尽管亨珠解释他会辟谣 让股价恢复常态 但美方决定暂时卸任他执行者的资格 我们会让你的兄弟崔成仔接替你的职位 其实他的兄弟早已背叛他 不仅在婚前就帮他照顾他的妻子 就连在合伙的条约上都做了手脚 什么叫公司股票大跌 他将成为执行者掌权 但是作为好兄弟 亨珠压根没仔细看 但被矮希发现这个陷阱 崔成仔问他想说什么 矮希不卖关子了我们合作了 我帮你打压亨珠让你做执行者 我的目的只想看到他堕落就行 料到走投无路的亨珠会来找自己的恩师孙一元 孙一元答应会帮他摆平此事 嘴上说着你是我用奖学金一手培养出的人才 我会帮你的 但是我有个条件 和我为你安排的女人结婚 亨珠以为说的是他秘书的女儿丁美珍 于是让亨珠转达下他我已经有心上了 很快矮希赶来 很不客气地坐下 亨珠解释解铃还虚系灵远 取了矮希一切的流言飞语将烟消云散 一口闷气憋到家 没想到矮希竟然有那么大的后台 看到他嚣张抛出两个选择 一是等着摔入悬崖 二是握住我的手 本来火就大 一元的秘书一根筋的想把的女儿嫁给他 此时他的心情能吃得下才怪 影响到女儿嫁给富豪 秘书找到一元 问他为何那么自私 我给你做了一辈子的秘书 擦了多少屁股 甚至还刚帮你把矮希从检察院捞出 已经为了他跟我抢女儿的婚姻 一元有苦说不出 他中的阴 现在得承担这个国 秘书警告他若是没有我 你能赢得了选举吗 而且若是有人挡我的路 我也会像干掉崔社长一样的悄悄干掉他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 但被抢得死去活来的横珠却心态崩溃 他早就暗暗发誓心里只有会生 会生的女儿浑然不知 就因为他们惹了不该惹的人 对方已然将爪子伸向了他 果然女儿遭遇车祸被紧急送往医院 母亲闻讯赶来跟风了一样的让医生救救他女儿 很快女儿抢救回来 可母亲就听不懂了 什么叫三天醒不过来就再也醒不来了 可医生只送了他三个字听天由命 尽管肇事司机一个劲地跟他道歉 他不应该疲劳驾驶那样成大伙 可他拿司机根本没办法 他只要女儿能醒来 但万万没想到女儿还没醒 崔总特地告诉他 你女儿很幸运 那个司机没有好好完成任务 才让你女儿还流着一口气 会生不明白什么意思 直到崔总拿出一张照片 他才知道 原来司机早已被矮熄收买 会生想不到世上还有这样狠毒之人 助理轻描淡写地告知 亨珠会生的女儿出了车祸 会生此时哪还顾得上找矮熙算账 他现在一刻都不敢离开女儿 可刚才被捏皱的照片被亨珠看待 也猜到这是跟矮熙脱不了关系 一股杀气涌上心头 这才出现刚开头的那一幕 他怒气冲冲地找矮熙 怒斥他不是个人竟对这么小的孩子下手 但没想到矮熙的一句话 让亨珠有了个大胆的决定 你们要的大结局终于来了 矮熙如愿穿上了婚纱 这边半身不随的老头怒骂小嫩妻 胆大包天 竟敢让我儿子迎娶个寡妇 殊不知此时的儿子激动地都想哭 本应十年前就应该嫁给他的会生 今天两人终于如愿了 没想到最后的大结局反转地让我闯不上气 会生的女儿终于醒了 亨珠在外面松了一口气 但没想到公司莫名其妙被税务机构调查 以偷税漏税为由扣押财产 公司乱作一团 亨珠用脚丫子就能猜到和矮熙脱不了关系 于是他找到议员 没等他开口 议员就让他别挣扎了和矮熙结婚 亨珠很不解 他到底和你有什么关系让你这么帮他 议员不想多说 只告诉亨珠给你三天的时间考虑 殊不知议员也是被逼得没办法 本来只想帮矮熙从检察院捞出让他滚蛋 但没想到矮熙并不满足 毕竟我的今天是你造成的 若是让我消失也行 我和亨珠什么时候能结婚 我们什么时候断绝关系 我不再打扰你 让你高枕无忧地竞选你的总统 得知亨珠的公司再次出事 惠生做了个决定 他打电话给崔总 问他上次说的话还算数吗 崔总等的就是他这句 惠生问我嫁给说真 你多久能将矮熙受到审判 崔总让他放心 你嫁到这家我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我的证据一上缴矮系百口莫变的 老头一听小嫩七 竟然给他儿子找了个管夫儿媳 气得让他滚出这个家 小嫩七全程没说话 对付这种瘫痪老头 只需要弃他就能搞定 果然老头拐杖一丢 人一头栽倒栽定 这边惠生在收拾老公的东西时 发现了个优盘 于是好奇地插入查看 竟发现矮熙和老公曾经的通话视频 听着矮熙在抱怨 自己明明每天看着生父 却从来没感觉到亲切 还将摄像头对准了正在直播的一人 告诉这人就是他的生父 惠生终于明白 为什么他能从检察厅走出来 原来他是一员不被认可的私生人 于是他找到矮熙就是一巴掌 一是替女儿打的 二是对他狂妄自大的警告 我会让你和你的生父 得到你们应有的惩罚 可他这次警告却让矮熙狗急跳墙 再听到生父打电话 让手下解决掉惠生 矮熙的这才满意 接下来就等着亨珠求婚了 一员现在恨不得时光倒流阉割了自己 也不至于生出个这东西 浑然不知的惠生一边开车一边正想打电话 突然被人从身后逼停 脑袋直接磕到了方向盘上 这边一直联系不到惠生 亨珠知道定是矮熙搞的鬼 于是打电话约见矮熙 但此时已经来不及 惠生昏迷被绑在了后备箱 秘书对着后备箱拍了照 然后发给议员 紧接着将车子放置在报废架上 而且手机全程拍摄 在完成议员交给他的任务后 秘书长松了一口气 与此同时矮熙被亨珠邀约 亨珠一副讨好他的样子 邀请他进屋 矮熙不明白这个场地是什么意思 亨珠告诉他我要开记者会 一刻他等得太久太久 原来男人温柔起来 真的可以让人忘却一切烦恼 就在他沉浸其中时 亨珠点了下头 没想到屏幕上新闻正直播着 候选总统议员和私生女 共谋企图谋杀的时间 记者们纷纷要去挖这个大新闻 却被亨珠叫住 那个私生女就在场你们要去哪 被亨珠拽着的矮熙想逃都逃不住 任凭着亨珠将他的罪证一一说出 一时间记者纷纷围攻 议员让手下解决卉生的视频也被曝光 议员气爆了 随即就要掐死秘书 其实秘书早已和卉生合作 因为他很清楚矮熙这颗脚石柜 议员不可能成为总统 甚至还会连累他 于是联合卉生将议员彻底送往监狱 矮熙的日子也到头了 可他还在死鸭子嘴面 他终于毁了生死 卉生问他为何不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 矮熙告诉他别做梦了 世上根本没有所谓的幸福 是啊 卉生答应过崔总会嫁给硕贞的 可奇怪的是 硕贞竟然给他来了这一处 将今天这么重要的位置让给亨珠 因为他知道卉生爱的人是亨珠 爱一个人就是要给他幸福 虽然问了句废话 但结婚仪式这句话少不了 硕贞替自己当年离开晚戏 但能看到卉生幸福足矮 矮熙永远不懂 若是替爱的人着想 那就是幸福的